Auto鏡有兩種情形 第一個是光在無窮遠會發什麼事情 光在無窮遠它會 Auto鏡只要有一個F就夠了 不需要2A因為它用不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光如果從無窮遠發出來 它會散開 可是它的反方向會經過什麼 虛焦點 我們把這個稱為虛焦點 因為它不是實際的光線 所以 所以第一點就是如果物體在無窮遠 你的物體在無窮遠 它的成像在哪裡呢 像的位置在虛焦點上 像在虛焦點 所以物體在無窮遠 成像在虛焦點 但物體如果慢慢往前靠近呢 這時候可以成像 就像我說 就像我們各位戴眼鏡 Auto鏡 Auto鏡 當你的東西呢 是在 在 鏡片之前 不管是在F內 或F外 都是差不多 好 那我們假設是放在這個地方 就像我們戴眼鏡 看同學 那個距離有點遠 好 那也是一樣 你就花條平行光 它會經過虛焦點 那第二道光我用 徐色的表示 通過進行偏摺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成像 是一個縮小陣地的虛項 所以呢 第二點呢 物體在鏡面前 在鏡面前 如果物體在 鏡面前 好 那成像也在哪裡呢 成像一定會在虛焦點內 它一定會在這邊移動 這個地方移動 可能是這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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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總而言之都在焦點內 在虛焦點內 像一定都在虛焦點內 好 OK 好 那它都是正立的縮小 趨向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最後給同學一個概念 如果我看一個字 反正看A這個字 有三種情形 一種是這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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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一種是 請問 哪一個是 哪些凸透鏡 哪些是凸透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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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個是凸透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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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形成的像 第一個 第一個是屬於什麼像 倒立 放大 實相 這是誰 這是誰造成的 凸透鏡 凸透鏡 有沒有倒立 有嗎 這是在什麼外 這個是F到RF之間 好形成倒立 放大實相 那這個呢 倒立 縮小實相 是什麼 也是凸透鏡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凸 這個也是什麼 凸 只有誰是凹 只有他是凹 因為你要正立又要縮小 只有誰做得到 凸透鏡 所以他絕對不是凸透鏡 那這個是什麼 什麼像 凸透鏡的正立 棒大 虛像 所以這個東西是在F內 對不對 物體在F內 這是物體在什麼 2F外 2F外 他這個物體在哪裡 F到2F之間 好 OK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就是 立體域的練習